各位南伯乡亲,大家好,我是宅美冠 欢迎收看今天9月24号礼拜日的南岛新闻 连接国省八山和水利新兴到一宿七山 正等待用14公里 不仅特区港广已经完成4公里 国省兴的部分还有3公里要被完成 第一个马文官向党用政策特区港广经贵了告 官党里面前含着国省兴的港广社区 来向川民宣布这个科小室 并且提出港广设计党委的干部 任位马文官表示 未来将会继续成出水利区的一宿七山 道路特区港广来拨动地区的发展 到一宿七山在国省兴的部分 在官党立委的努力成出 加上地区的配合之下 扩望完生专算的特区港 官党立委特区下乡来宣布秘书 所以我们很感谢 我们来主席和我们的船长 可以当议院同意书出来之后 我们透过马文 其实我们官政府设计做个博会 报到公路总值 公路总值有3亿2千多万 但是我们官政府要配合7千万的 配合看 所以为了地方的建设 为了地方的进步 为了地方的发展 我们官政府的财政 虽然没有很好 但是这个配合看 我们也要去专门家来帮忙 帮忙地区的发展 在工程设计团委的干部之下 目前国省兴党立委屋这双 由北山到南港这4公里的 偷款已经完成 后上的3公里 今年8月公路总值将议是核准 公路博已经有同意 深厚通过 8月策略 确定保障这条经费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这条可以经过带动 我们南港可以投到 这条路线 在这期这么快的来设施完成 也可以让我们的 游南车通行 因为包括港元国小 有时候孩子要出院 要坐公车 公车都不够 所以这段的事情也是很重要 到一数七双 国省兴党的部分 民国巴英尼地区万万象 国省兴党代表会主席 林董涵表示 未来希望到一数七双 转转来偷款 串连国省到水利的企业发展 一数七双 它如果用贯通到一三一双 跟水利区、火力区有连贯 所以说 这个对我们的地方来说 对我们的地方来说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管长林明前 立委马文君表示 在地区兴党的既台之下 未来的七双来政策 水利区的 到一数七双堂楼的 土管工程 协同国省水利的发展 继续欢迎充党报道